今年被發現的台中神鋼統事命案 在經過了國民法官法庭的審理後 判決出爐 被告蔡姓女子因為有詐欺前科 構成累犯家重刑期條件 殺人罪部分判18年 尺度公權10年 損害遺棄屍體罪判5年 刀用他人電信設備判3年 衛造文書罪判2年 4罪合併因執行27年6個月 但被告蔡姓女子始終不認自己殺人 國民法官裡面最難的一個案件 這是為什麼 法庭上蔡姓被告強調 沒做的事就是沒做 辯護律師也認為 檢方無法說明被告在何時何地殺人 因此請求何一廷判他無罪 這5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跟評議 踩信檢方提出的各種證據 包含被害人跟被告的兩支手機 基地台位置高度重疊 在失蹤的過程當中 再加上被告自己一個人去鎮魚五星行購買 所謂封屍跟裝屍的犯罪工具 包含打僵機器 那甚至案發後也是由被告一人去承租距離他們租住非常遠的工廠 裡面堆的就是這一些殺人棄屍的犯罪工具 告訴代理人認為檢方串聯各項間接證據跟經驗法則 讓國民法官認定蔡賢犯罪事實 而且認為他有明確動機 被告他自己所坦承的 先後其實跟被害人借款高達200多萬 他也坦承被害人曾經有毆打他 2022年神剛這處廠房 因為後來的城租人整理廠房時 聞到了橘色塑膠桶內發出惡臭 這一查看看到人體手臂 同時命案因此曝光 宣判時死者家屬沒有等到被告被判死的宣告 難過的不斷啜泣流淚 案件還能上訴 但二審不會再有國民法官參與 全由職業法官來審判 TVBS新聞